已经争议了有十年的美丽湾度假村开发案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在下午宣判 台东县政府核准的还评 这措施缺乏程序正义 而且还评委员没有利益回避 判决这样的还评必须要被撤销 对这样的结果 环保团体当然是欢欣鼓舞 不过台东县政府不服 他们说坚持上诉到最高法院 被告台东县政府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认为 台东县政府针对美丽湾度假村BOT案的 多次还评缺乏程序正义 第六次还评由县府单位代表担任还评委员 并未做到利益回避 但台东县政府说了重话 那这个不是县政府规定的 这个是中央的法令 是立法院通过的 美丽湾 任何事情只要有反对政府就不要做 那我们我觉得我们台湾这样会完蛋 我们很高兴 但是我们既高兴又感伤 然后当然我们希望他们不要伤输 美丽湾这个环保和产业的争议仍会持续 为了这个会在史上流明的BOT案 台东县政府开发商和环保团体 三方面都已经耗尽心力 记者谢崇道 赞永成高雄台东综合报道 非常好 平安